大家好,我是果果妈妈 果果已经三个月大了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新生儿期间我们用过的 好用或者是不好用的一些物品的体验 那我会分成几个部分分享 今天这个视频跟大家分享的是 大价方面 首先我最推荐的是军长椅 其实买的时候我会觉得它蛮贵的 所以我很犹豫 我觉得这个东西完全没有必要 但是买了之后还是挺香的 因为日常小宝宝他不会做 不可能永远把它放在床上 所以就是说 如果大人是在客厅里面工作也好 或者是做饭吃饭的时候 你都可以把它放在这个椅子里面 然后他可以参与到一家人的活动中来 有的时候他自己会在里面玩玩具 或者是看书 大人坐在他面前可以互动 偶尔他也会在里面自己就睡着了 就是睡一个短觉 另外这个椅子它是有两个角度 两个月以后 你就可以把这个角度调到 就是它有点倾斜的 可以坐下来的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跟真香坐的角度是一致的 所以这个角度非常的适合宝宝拉爸爸 下一个大件是安全座椅 安全座椅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安全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锁定了 就是Britax这个牌子 最后我是买了这个叫Graphin 还是叫Graphin的这个型号 就是相对的保护是比较好的 这个买的是零到四岁的这个安全座椅 然后现在是朝后的方式方整 它优点就很明显 就是宝宝坐上去很舒服 也不哭闹 缺点呢 就是它旁边有两个安全带 然后尤其宝宝比较小月龄的时候 抱上抱下 感觉就是很不方便 就是要掏出来 但澳洲这边呢是不允许用那种就是360度可以转向 可以转到就是朝车门的这个方向的这种安全座椅 所以就只能是通过这个抱上抱下的方式 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推荐的东西就是尿布台 这个对腰太友好 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尿布都是在这个尿布台上面换 而我有时候抱 就是它洗完澡以后 我会把它抱在床上去擦干呀 换衣服什么的 然后其实也是很短的一段时间 我会觉得在腰疼 所以可以想象如果是换尿布 如果在床上换的话会有多累 这个我们买的这个尿布台之前也有给大家看过 就是它是有两个抽屉 目前这两个抽屉呢 就是一层是放它的衣服包巾睡袋 另一层就是放了一些纸尿裤啊 湿巾的这个囤货 这两个置物的地方呢 是放了它日常会用到的一些尿布高啊 干筋湿巾什么的 然后这个旁边挂的这个是 宜家的这个四件套的篮子 这个我觉得好像所有人家里面都有 放在这边还挺方便的吧 推车 推车我们之前买的时候呢 就是考虑了几个方面 首先价位是在1000块以下 那就直接排除掉Apa Baby 然后就是避震要好 因为澳洲的这个人性道路况其实都不是很好 再来就是最好有睡篮 最后当然还有就是颜值 那根据这几个方面呢 我们最后选了Baby Bee这个牌子 它推起来挺顺滑的 然后通过性也很好 然后买的时候 直接就是所有的配件都是齐全的 我们买的是大概800多块钱澳币吧 缺点呢是它有点重 而且它不能就是单手收车 它的体积也会比较大 像我们是那个SUV 就是可以放在后备箱 那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小的车 肯定要考虑一下它的体积够够放 但总体来说 我们觉得是一个蛮好用的一个推车 出行方面除了这个婴儿推车之外呢 我觉得还很好用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背带 我们这个是Baby Beyond 这个从出生就可以用的这个婴儿背带 是朋友送的 它背在里面就很老实很安静 然后出门它背在里面可以睡觉 然后也可以看东看西 从出生就可以开始用 我们觉得还蛮好用的 最后就是这个婴儿床 婴儿床我们有一个特别推荐的 就是牌子或者什么的 我们买的就是这种标准的700毫米乘 1300毫米的这个标准的尺寸 你买标准的尺寸 你的床垫啊 然后你的床品都会比较好买 然后它有两层的调节 旁边的这个板也可以拆掉 它的说明是说这个床可以睡到五岁 好那时间关系今天的视频 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频道 观看其他部分的分享 谢谢大家